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语追财经 千亿市值灰飞烟灭,烧光200亿的家电巨头要凉了 网友说退货还钱? 曾经在电器行业可以做到一支独秀的家电下乡巨头 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将被时代淘汰 国美电器的悲剧实在是凌人唏嘘 没多久以前,厦门的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倒下的新闻 引起了广泛的网友的热议 被裁定清盘成为国美电器旗下的第一家清盘的分公司 不单止是这样,安徽的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阳州的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和江叔镇江的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都已经是镇入了清盘清算的流程了 这个也让大家注意到 这个曾经红极一事的电器一哥 国美电器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 以前的国美电器在家电市场上面 转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连带着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宇都已经是三次问顶了中国首府 看得出国美电器影响力是很不一般的 国美电器不单止开创了中国家电零售链锁模式的鲜河 还在2009年的时候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链锁的企业 可以说当时的国美电器就是家电行业的标光 运得那个是风生水起 曾经的国美电器真是可以称得上是电器一哥的称号 无论是在市场份额 还是在消费者的心目中都是算得上是佼佼者的 可曾经的辉煌又算得什么呢 也依旧抵挡不住 现在的国美电器走向落破路 还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负债率高达13成的家电一哥照不保值 国美电器的业绩真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到北去分析 真是有点一言难尽 根据国美零售今年上半年公布的财报显示 上半年营收只有1.7亿左右 却涉本超过44亿 真是有点入不敷出 再看国美电器零售前两年的财报 2022年到去年两年累计涉本超过300亿 就这个情况真是不知道国美电器是靠什么苦苦支撑到今天 以上惨烈的数据只不过是国美电器的冰山一个 国美电器除开大额的涉本之外 还面临着高额的负债 根据国美零售上半年营利的警告 国美零售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3成 涉及的未决诉讼案件有1435宗 涉及到的金额共有130亿 这个真是资不抵债 就国美现在的情况 连岑仙应该都很难够了 而且国美电器的线下门店 也在此急速地缩减 根据国美零售在去年中期的财报中显示 线下门店包括 城市展厅、旗篮店、精品店、新的零售店 加起身总共是2181家 相比2022年的2843家 减少了662家 相当于一日就有近两家国美电器倒闭了 济南分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国美的确是欠了供应商的货钱 国美不供应货也是属于走投无路 仓库也是不得不封了 没办法发货了 这个也反映出 国美电器的资金链和供应链 的确是存在的问题 和经营状况也是非常不好的 不管从哪方面去看 国美电器想要起死回生 实在是很难的 当然说到国美电器现在的惨状 大家可能会怀疑 会不会是整个大环境都不好 市场的生意都不好做了 如果不是 为什么好地地的电器一个 港粮就粮呢 炮开市场环境下行的因素 其实国美电器真是应该 向自己的好兄弟 就是苏联依旧取取经 苏联依旧和国美电器 在当时是属于家电桑孔 那现在沦落成为难兴难帝了 苏联依旧近四年连续蝕本 虽然蝕本情况比国美电器稍微好一些 但是大佬也没有少二佬 就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苏联依旧却峰回路转 实现了12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单季度盈利 龟宿净利润同比增长106% 并且苏联依旧近三年的情况愈发好转 能够实现盈利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这样看回整个市场的大环境 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 如果不是苏联依旧 为什么可以在速底回升呢 这个时候最慌的莫过于是国美电器 讲得好听些要一起共患 为什么苏联依旧先一步迎来了市的拐点呢 国美电器就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近几年究竟做对了些什么 国美电器快要顶不住了 国美电器的创始人黄光瑜在2008年 因涉嫌非法经营、行举等各种罪行 在市颠峰的时候浪当日欲 后于2021年假释七欲 在她日欲服刑期间 国美电器是由她的老婆杜娟苦苦支撑的 虽然发展大不如从前 但是杜娟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 稳定了公司的局势 帮助国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可以说杜娟这个延内座做的已经是非常之不错了 原以为黄光瑜出狱之后可以将国美从水深火热局面救回来 但是慢慢没有想到 国美在黄光瑜出狱之后量得更加快 这个被股东和投资者也都大跌眼镜 黄光瑜入狱的十三年 正好是店商兴起的时候 可能是和社会铁绝的十三年 所以黄光瑜想要将错失的红狱一次性吃回来 不单止没有陈乐心去冷静地分析企业的形势 很久现实却是很骨劲的 可能是黄光瑜太过于吉弓近利了 在没有好好研究透切电商局势的情况下 漫目地跟风出了一个真快乐的APP 投入了这么十个亿 这个真快乐APP也都是有点意思 用个人表示简直是淘宝和拼多多的缝合板 可以说是取其粗泊、虚其精华 不单止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还反而因为各种问题饱受救病 导致口碑下滑 甚至还振关了家装的行业 收购假扮家花费了至少两个亿 每个领域都想吃上一点 但是每个都吃不好 反而使国美的现金流越来越大压力了 在黄光瑜的努力下 国美电器在2022年变得更加差了 西有史以来涉本最多的一年 涉到超过200亿 同比下降了353% 老婆杜娟夫妇经营的十多年 可以说是毁于一胆 或者是曾经连续三次民顶中国首富 所以黄光瑜在出狱之后的举动 可以说是做到颇有致富的味道 而国美集团创始人黄光瑜 更加是在企业危机的时刻 做出了更加令人失望的事 减持、桃源、献心等国美电器 已经失去民心 根据相关媒体报导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 黄光瑜夫妻就频繁地 拣持国美零售的股票 持股比例从原来的60%左右下降到10.700% 累计套现金额超过20亿港元 这个行为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认为黄光瑜套现并没有缓解到国美的资金压力 如果不是 为什么门电停热 员工献身 消费者退款无膜的事情比比街市 现在的国美电器是一地的鸡毛 公司虚本 创始人没有表示 员工怎样好像都是跟他没关系 有一种不理其他人的死活的感觉 企业创始人、企业和员工 本来就是命运是共同体的 说好一起共患难 但是为什么最后患难的只是企业和员工 和无古的消费者呢 根据都市报道采访中 消费者反映在国美买了5万的产品 创伏期一直都没有发货 钱也没有退回来 其他被采访中的中产消费者也反映出这个问题 就连黑猫投诉上了国美控诉的评论 也是不少数 国美领袖、河南分公司、列务部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员工的人工都没法 自己的处境也是很艰难 截止去年上半年末 公司只得3609名员工 相比去年上半年减少了22092名员工 同比减少近80% 看到国美欠人工的事件影响了多数员工的利益 所以员工才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陆续地爭声恐后地离职 国美电器的创始人黄光瑜 难道真是自暴自弃 还是早就做好了打算准备走路了 如果不是 为什么国美电器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振展呢 国美电器的发展举步为监 但是最不应该就是动了消费者和员工的蛋糕 本利企业口碑下滑就是很厉害的了 现在又跟欠人工 消费者退款无望扯上了关系 国美电器的未来实在是很难回到当年了 是国美电器是好日子过到头了 已经没有玩够的价值了 现在的国美电器真是苦落平洋被犬弃 对于国美电器现状只可以用可惜两个字来形容 毕竟曾经买电器到国美的广告语 仍是历历在武 国美总部已经是人去留空 员工讨身也是无处可讨 怎么说都不希望这样一个人振皆知的行业巨头 竟静悄悄地在现在的时代中落幕了 国美电器接下来发展会怎样 还是要看创始人黄光瑜怎么走下一步棋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